嗨,大家好 欢迎收看 Sweet Dumpling 的开箱短片 今天要开箱的商品呢 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厨房收纳道具 如果你跟我一样都是收纳控 肯定会喜欢的 它就是 三擦牌 六件装刀具收纳袋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看这个收纳袋的细节 大家可以看到呢 现在这个收纳袋它是收合起来的状态 那它的形状是比较修长型的 那长度的部分我量过了 差不多是17吋 约43公分 也就是说这个收纳袋呢 它只能够放17吋以内 或者是43公分以内的刀具 那在材质的部分呢 它是使用一种圆罩的合成材质 那这个材质摸起来 我觉得它摸起来很像员工的 员工皮合成皮 它的强度比较够 而且它有一点点的伸缩性 就是说如果你刀具装满满的时候 它其实还是收合上是不会有太大问题的 它是有一点收缩性 这边是三擦牌的这个logo 然后袋元 就是这个包袋子的边缘呢 它是有用尼龙布做收编的 这个收编的修饰 那我们现在把它展开来看看 那部收纳的设计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是使用魔鬼毡的方式 把这个收纳袋做紧并的动作 那我们现在把它打开来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是一块布 那这块布的功能 它主要是用来防沉 并防止刀具滑出 然后在安全性的考量上 其实这个收纳袋做得非常的仔细 特别是这一条 大家有看到吗 这边是一条魔鬼毡 然后这个魔鬼毡的作用呢 它主要是用来 当你把刀具固定放好之后呢 然后把它整个粘起来 它就可以防止刀具在里面晃动 我觉得这一个设计是非常贴心的 然后既然称为六件刀具收纳袋 就应该会有六个收纳口袋 那比较特别的地方是 它的收纳口袋的宽度 并不是每个都是等宽的 这个收纳袋 它主要是针对西式的刀具设计的 就比较不适合中华大菜刀 那种金门菜刀 那其余的口袋呢 可以依个人的喜好 放置像水果刀啦 削骨刀啦 或者是磨刀棒 都是ok的 或者是剪刀也ok 我这里准备了三把刀 然后还有一个磨刀棒 那因为这几把刀都非常锋利 所以我也很怕被割到 所以我先用那个纸胶袋 把它给刀缝的地方先贴起来 那我们现在来示范一下 要怎么操作这个收纳袋 刚刚忘记把这个打开来 刚好长度ok 果然都是自驾牌子都有考量过 好,那现在我把它黏起来啰 这个地方,黏的地方 可能稍微压一下 让它接触到这个 会在那里 粘米的地方 好 把它盖起来 好啦 收盒好了 这个收纳袋 是不是非常方便又很简单呢 重点是它看起来真的超专业的 会不会觉得 带它出门就觉得 好像厨神上神一样 特别神气 如果呢 你经常受朋友的邀请 到他们的家里去料理啦 或者是BBQ 那可能你用不惯人家家里的刀具 或者是你经常去露营 那在野炊的时候 会需要用到一些 像刀子啦 就是来切肉 或者切蔬菜水果等等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收纳袋呢 就是一个非常理想的道具 今天的开箱本片 就介绍到这里结束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希望今天的开箱您会喜欢 别忘了帮我们按赞哦 也邀请您订阅我们的频道 拜拜